既然她开了口 刘记者也不客气 转身 在她对面的沙发里坐了下来 乔小姐想多了 我一个人也就一双眼 一部相机 只不过无意中拍到了 这么精彩的照片和视频 我可不知道 你那天晚上也在酒店 我是看最近 大家把所有的焦点 都放在你身上 对你实在不公平 这个女人 据说现在也是苏家的小姐 照片和视频我都有 说不定 能分散一下公众的注意力 乔青明朗笑了声 什么苏家小姐 不过就是个小三 带过去的拖油瓶而已 那 这么说来 乔小姐是对我的照片和录像 不感兴趣了 既然如此 等等 我没说不感兴趣 开个价吧 照片和录像我都要了 乔小姐果然爽快 价格一谈妥 刘记者看着电脑笔记本上 成功转账的消息 爽快地从外套里 拿出了照片胶卷和U盘 交给了乔青明 面不改色地看着他去验证录像 从乔家出来 刘记者转身 穿过一旧喧闹 堵在大宅外头的记者群 朝着远处 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 走路过去 他抬手 敲了敲玻璃窗 车门咔哒一声打开 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少爷 事情办妥了 沈亿诚从报纸上抬眸 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回去忙你的吧 这里不用跟了 是 刘记者转身 推开车门上了另一辆小车 人刚走 前头副驾驶座上的助理 就挂断了正在通话的手机 脸色不大好的转过头 看向后座上的沈亿诚 总裁 刚刚接到消息 芸小姐她 她怎么了 沈亿诚本地抬起头 见助理一副 吞吞吐吐的模样 耐心有限 快说 她 芸小姐去了F国了 什么 一听说芸汐去了F国 沈亿诚顿时就坐不住了 额头突突地抽疼了起来 一脸的阴郁烦躁 手里的报纸 再没有心思看下去 随手挠火地扔到了一边 快手 打电话给杰森 我要F国国内战士的详细资料 还有 想来想 沈亿诚又突然顿住 最终摆了摆手 什么也没说 先这样吧 助理转头看了眼后头 又心急 又极度克制自己的自家boss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让司机启动车子 F国现在 已经成了最危险的战场 那丫头这个时候 不顾危险地跑过去 分明就是担心 穆飞驰出事啊 可穆飞驰身为军国的少帅 必然有他要承担的东西 云西这个时候过去 反而是最危险的 沈亿诚越想 越担心 越是心烦 烦的是自己根本帮不上忙 凡自己没有及时地阻止他 冰冷干燥了高原上 响起了细微的闷响 凤凰城一枪 就把副驾驶座上的人拘毙 随之而来的 还有驾驶座上 司机猛踩刹车 停下来的车身 司机意识到了有危险 握着枪从车里下来 跟着下车的 还有后面的两个F国的人 人不多 只有四个 局毙了一个还有两个 对于跟着过去的烈火和葛旭来说 两枪直接解决 留了一个司机开车 带他们进去 司机还没有反应过来 脑袋就被人用枪顶着了 烈火看了眼他那握着枪 哆嗦的模样 用英语说了几句话 顶着他上车带路 车子开到了约定地点 凤凤鸟看了眼一旁 被拒绝跟着 一脸不死心的芸汐 转头看向自己家老大 好声地提醒道 老大 我看你还是带上他比较保险 等会要是你们有个万一 这丫头自己偷着溜进去了 没人掩护 更容易成为对方的目标啊 没有人掩护 我看你还是带了 这丫头我非常感情 看看这丫头我